二十波一度停打 澳洲却要本土制造 阿斯利康疫苗你会接种吗 嗨我是Ivy 这里是金药财 一分钟了解财经热言 继于辉瑞疫苗之后 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也要在澳大利亚正式推行了 昨天澳洲医疗监管机构表示说 已经批准了 阿斯利康公司在澳洲本土生产该疫苗 首批疫苗预计在未来的几天 获批评发行 那本次本土疫苗的生产 是被选在了墨尔本的两个地点 预计共将制造约5000万剂 与海外版的疫苗 是完全相同的成分性能和质量 然而此前欧洲是有20个国家 先后停打了该款疫苗 虽然现在已有复杂 但其安全性仍然是令人担忧 而澳洲的第二阶段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也从今天正式开始了 预计将有约614万人接种 那您会愿意接种阿斯利康的疫苗吗 定调财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分享吧 再来吧 再来吧